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指出 中共确保国企主宰中国经济 而这种策略导致中国同主要的贸易伙伴产生更多摩擦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以及中国在国内扶持国企的政策 不仅引起美国政界和工商界的关注 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声音批评这事 国进民退 政府与民争利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10月26号 发表了题为中国国有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报告 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共对中国公司企业的控制和影响 报告认为 由中共拥有和控制的GDP份额大约为50% 而得到政府优惠的中国国企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独立中国问题学家龚胜利表示 美国的这个报告一针见血 真实反映了目前中国企业两极分化的现状 特别是最近10年吧 大家看得都会非常清楚了 比如像中国移动国有企业 像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中国银行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现在都是行业全球的排斗兵 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个垄断地位 在足够的扩大 或者像世界各地的扶持 美国这次报告还指出 一方面中国的国企得到政府优惠 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 对于其他一些新兴的或战略性的 和受到中共政府关注的行业 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就不那么友好 美国的监管资料显示 中国国有公司在取得国有银行贷款方面 享受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 以及优惠的税收待遇 报告中说中国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 曾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企的商业决定 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遵守这一承诺 反而变本加厉扩大国企在实现国家重要经济目标中 所扮演的角色 中共的做法正引起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贸易争端 招致美国官员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 美国华裔律师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张家登表示 北京再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入国有企业和国家资助的基础建设 这意味着私有企业得到的更少 温州小企业商会 最近一份民调显示 温州36万中小企业当中 18000家企业已经由于资金链中断停止经营 温州市政府的一份报告也显示 最近几个月来 温州至少有90家公司的老板因不堪负债和企业濒临破产而失踪和跑路 有的甚至跑到海外 所以国有企业的垄断 它的垄断而且是排差的 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源头 比如像资源方面 石油资源 政治资源 还有经济资源 比如像银行的货币资源方面 这些一切都造成了这种行业的垄断 使其他的中小企业 以及个人都艰难的生存 另外一个问题是 一些中国企业实际是由军队掌控 张加德还表示 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 他说 这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本质决定的 他认为 华盛顿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关注所有这些事物非常重要 而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声音批评 认为中共的这种做法已经导致国进民退 是改革倒退给予民争力 新台人记者秦雪、唐瑞、王明宇综合报道